各位好 大板包厂来 和您聊天来了 我现在在横滨的中华街 这是中华街的东门 旁边这是北京饭店 我作为一老北京 我没去过北京饭店 就在这第一回看见这几个字 这是炮的声音 中华街这个门后边显得是朝阳门 我们现在去 去中华街里边看一看 据说有一个什么活动 有一个什么跨年的活动 我这也是第一次来 也不知道在哪 咱们先往前走一走啊 这时候肯定是没什么人了 因为中国人过节嘛 对吧 日本人他不过呀 刚才这是哪儿 师傅您好 然后想问一下 就是今天晚上好像哪儿有一个节目 对吧 就从这个那个车那边 上那走 就一直走 然后往左拐 对 车过来这个地方 啊 过去那一个路口 后来一看就发现了 啊行 你上桌一看就发现了 谢谢您啊 谢谢您 哎呀我这个路痴啊 中华街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呢 哎这炮真挺有意思啊 我特别喜欢放完泡之后那个硝烟的味道 消音的味道我觉得特别香 啊那就是这边呗 看一下 各位我这个 有点冷啊 我手没法戴手套 拿着摄像机 所以说可能有点抖 各位看屏幕的时候 千万别吐了 然后今天我们是4K高画质录像 和高宝珍立体声录音 希望能够把这临场感都录下来 哦前面有很多人 呀这炮出的味道太浓了 这炮是4K高画质的 不仅仅被抓了 在这炮上前面有一个 各位我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 我靠各位在一块看电视吧 看看电视 这是现场直播吧 我能钻到空子吗 各位在山 我靠这边没人 没人我也看不见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很安定 好 好 哈哈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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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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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